弟兄姐妹平安 再次我们在当中 我们一起来到向神来感恩 我相信每一次我在台前来到去分享的时候 我都一直来提到这一点 就是上帝真的是很爱我们 因为他不断地教导我们 上帝真的是很爱我们 因为他与他的话语 来到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 这就是神除了在这个十架当中 为我们舍命来到赦免我们的罪 接下来他也不断地来到引导我们 走前面的道路 若不是因着他的话语 我们或许我们在走这个 奔跑这个道路当中的时候 我们会东张西望 东跑西跑 我们难免很难地来到向着标杆 向着上帝的这个旨意来到向前走 我们或许可能有一些人不是东看西看 乃是走了走了之后就不想走了 就累了 不是累是放弃我觉得 是放弃或许因为他看不见那一个的目标 或者他不明白神的这个的旨意 上帝的心意 所以神知道我们的这个需要 他爱我们每一位的子民 他爱他每一位的孩子们 他要来到引导我们 一步一步一步地引导我们 他不一下子这么样就是闭着 哎 你已经是我的儿女了 那你应该 他知道我们需要这个的过程 来到经历他 来到成长 我们真的感谢神 神他爱我们 他不放弃 然后我们今天 ops point 我忘了 是的 就如在这个荧幕上所写的 今天我们一起的来到去看这个的题目 或者讲说 借着这个的经文 我们来到明白神的心意 在今天的这个的主题呢 就是以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诶 这不是教会的这个的命令 或者教会的这个的要求 乃是从主而来的 彼此顺服 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 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当中 还有谁在follow那个第三回合的读经计划 还有哈 OK 感谢主 alright 如果还没有跟得上 不用紧 我教你跟你讲 上帝是一直给我们机会的神 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是哪一本书呢 菲利比 就过去那两本 哎呀 因这一些的特殊的状况 你miss了 follow不到 不用紧 今天来 重新开始 就是从菲利比书第一章 OK 再一次前 然后我们知道在过去在读菲利比书 今天在读菲利比书前 我们读了以弗所书 在以弗所书当中 不晓得你有留意到这一段话吗 这个的经文吗 就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 这里讲到要敬畏基督 要纯净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好 弟兄姐妹 当我们来到读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 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样的理解这一段的经文呢 你听了会不会 哇 OK 很快很短 然后之后好像没有讲到什么 OK 算了 过了 OK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 彼此顺服 好像是容易吗 好像不容易 有谁觉得是容易的几种 不容易 全部摇头 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那 神要我们做一些不容易的事情 哇 上帝你给我这么大的重担干嘛 很辛苦 要背着那重担来到去跑 跑 我今天做的这样一个动作 和待会我们散会后 有一个 就是1点45分 有一个短短的 不是短短 两小时 两小时的这个影片 天路 天路什么呢 天路绿程 有关 那一个的主角 就是这么一样的一种形象 OK 好 那我们就讲说 哇 要彼此束缚 很难 不是容易 OK 要背正的重担 哇 上帝啊 真的是 哎呀 做你的儿女 苦啊 苦啊 很辛苦 或许我们真的是会这么样 那当然在我们当中 今天我们就一起的来看 为何神要这么样的来到给我们这段话呢 那在理解这段话之前 当然我们要看他的这个的 他的这个的上文 或者他背后的这个的背景 我们知道这个书信 就是保罗写给以福所的这个教会 我相信去年的时候也是有提过 很快的提过 第一章到第三章 然后之后第四到第六 对不对 一个大章就是在当中 保罗就是借着 在当中来到去建立他的这个的教会 来到去提醒他们 在主基督里面 你要靠主 因为是神自己的来到以他的恩典 来到属你回来的 你现在不是你 你的主人就是神 然后之后 那今天你得到了这个的救恩 你就你的行事为人 就要与你的这个的恩 你所蒙的恩要来到乡城 所以你救的我 你要脱掉 你现在有新的这个的身份 我经常是这么样 我感恩 因为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能够来到去联想 就过去的十年 我们讲什么身份 移民 一点的概念都没有 一点的那种的 哎呀 到别的国家 或者到别的地方 又有新的一个身份的那种的感受感觉 那种的过程会是怎么样 或许 我们不能够很体会 但是如今我们看见 哎 渔民啊 或者你从一个国家 搬到另外一个国家 住一段的日子 哎 这样的一种的情形 好像是很普遍了 那你可以看到 哎呀 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有一个新的身份的时候 哎 有很 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很多东西是你要抛去的 就你不抛的话呢 你可能在那个地方就很难的来到去投入 很难的来到去享受 当下在那里所要来到祝福你的 要来到去给你的一切的好事 所以呢 以过去的都要来要抛开 抛开 因为你有新的这个的身份 你有新的这个的恩典 你有新的这个恩典 所以呢 保罗呢 就一直一直的来到去提醒 也在当中知道他们的这个 应该调整的这个地方 就好像孩子们 做父母的不断不断的来到 因为你了解你的孩子 有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哪一方面 是需要被引导 被调整被管教的 你就一个一个一个的来到去调他 同样的保罗就如此 所以在当中呢 在 在这一段五章二十一节之前 我们先来看 就是在五章十五到十八节 在这五章十五到十八节的时候 当然在前面的时候 就是讲说 以福所的这个的教会啊 你们要醒过来 不要沉睡了 然后要像这个的光明之子 然后接下来他就这么说 他就这么写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无知的人 要像智慧的人 要把握实际 因为现今的时代谢 所以在当中 保罗讲说 OK 就是来讲 你们不要再 不要再沉睡了 你们要起来 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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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我们真的是 很认真地看我们的这个人生的时候 我们看见 其实我们的生命 是很有限的 一下子 我今年就四十岁了 OK 可能你会想一下子 某丁丁我现在就七十岁了 OK 我好像还有东西没有错完 好像还有东西还没有做 所以在当中 如果有智慧的人 就会讲 会把握实际 就会看到这样的一种 什么 你的时间不多 所以你要做 你该做的事情 不该做的事情 你就放下一边 时间不多 所以保罗就这么样 要有一个 要做一个智慧的人 然后接下来 保罗就开始了 从第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第十七跟第十八 好不好 弟兄姐妹一起读 以而善 OK 好 你爱不爱你的灵蛇 OK 可能你的灵蛇 你会就好像那个 谁是我的灵蛇呢 OK 你爱不爱你身边 你旁边那一位 你爱吗 你爱吗 或者你珍惜 你旁边那一位吗 OK 就要你珍惜的话 你告诉他 不要做无徒人 OK 要明白主的旨意 OK 然后不要醉酒 酒能够使人放荡 是要被圣灵充满 不要不好意思 来 我们一二三 我们来操练 你爱他吗 你爱他 你就告诉他这一句话 好不好 七个十八节 好不好 一二三 来 来 快来 对 对 OK All right 好 我盼望我们这里 没有无徒人 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 上帝不是要我们 做无徒人 上帝要我们 做明白他旨意的人 上帝不要我们 醉酒 因为他要我们 被圣灵充满 而弟兄姐妹 在这一段 我所 我所 highlight的 就是在 这一个的 四个的动词 不要做 糊涂人 要明白 不要醉酒 要被圣灵充满 这个动词 其实如果我们看到 他的这个原文 的这个动词 他的这个语法 他的 词形 他是一个 带着一个什么样的 命令 所以我看 刚才 大家还很客气 好像安慰 怎么样 但是在这里 保罗是命令 是命令 不要做无徒人 不要做无徒人 要明白 主的这个旨意 不要醉酒 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是一种的命令 来命令我们 就仿佛 You don't have any options 你没有其他选择 就是 你不要做无徒人 我相信 他这么命令 不是因为他高高在上 乃是如此的命令 就如父母 怎么命令 孩子一样 就是 出于爱 知道时间不多了 如果时间还很多 OK 慢慢等 但是时间不多了 请你不要做无徒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 不要醉酒 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刚才那一段话 要纯敬为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的这个上文 就是如此 神 神 神借着保罗 就来到去提醒 祂的子民 也同样 今天来到提醒我们 好 那接下来 命令我们自己 不要做无徒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 然后之后 要被圣灵充满 然后接下来 是什么呢 接下来的这个经文 就在第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第十九节 要用四章 颂词 灵哥 彼此对说 口唱 心和的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 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 父神 又当纯 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服事 彼此顺服 好 这又是另外一个的命令吗 当我们来到读这些 就是翻译的时候 我们仿佛就会好像 这又是另外一个的命令 刚才讲要造这个 第一 要明白主的旨意 第二 圣灵要充满 第三 要用 四 但是原来 当我们再次来到去看 它原文的这个动词 它的这个词汇的时候 动词的时候 原来是有分别的 而这一些蓝色 所highlight的这个蓝色 这四 这五个的动词 对说 唱 赞美 感谢 还有顺服 其实它们是什么 它们是一个动词 是分词 participal 它们是分词 所谓的在当中 就是 这个的动词 是来到去补足 有一个重要的 主要的动词 那就是充满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要怎么样理解 这一段的句话 保罗所要带的这个意思 就是保罗讲说 命令了 你要明白主的旨意 你要被圣灵充满 接下来保罗更深的一层 来到去告诉你 关于到圣灵充满 第一 就是圣灵充满 所结的这果子 若你被圣灵充满 所结的这果子 就是什么呢 你会看见 就是 弟兄姐妹 彼此对缩 用神的诗歌 用不一样的这个乐器 来到去 用用用词 然后来到去 彼此鼓励 彼此提醒 第二 圣灵充满 然后祂结的果子 是什么呢 自然而然 你会看到弟兄姐妹 会向神开口唱歌颂 有的时候你莫名其妙 早上你起来 有一首诗 这样哼着哼着哼着 那首歌 就是哼着来到去 向主哼 向主唱 还有来到向主来赞美 第三 你会看见 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的人 所结的这个果子 结的这个果子 是会怎么样的 你会看到神明 常常感谢神的 会埋怨吗 你几乎越来越看到 祂的这个人生 祂的埋怨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因为为什么呢 被这个的感恩而代替了 被感恩而代替了 我们看那个亚伯拉罕 他要埋怨可以埋怨 埋怨上帝 上帝啊 为什么你要我来到去 将你所给我的这个的儿子 来要去献上 哎哟 又在受苦 到最后你可以看见 祂的生命不一样 祂怎么样 祂甘心的 甘心的听 甘心的顺服 虽然祂不明白 虽然祂不知道 但是这就是祂的这个的果子 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边有谁信主超过三十年的 OK 有啊 有啊 从在教会长大的你 今年几岁你就是 OK OK 好 你看你的这个 你这个的 信主 或者跟随神的这个途径 你有没有发现到 你的马 那一颗马院的心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神不断地来到 向你来到去 证明 一切都在祂当中 而自然而然 你就会来到 向祂感恩 不论顺境或逆境 你会看见 这感恩的心 会越来越大 第四 就是 彼此顺服 以敬畏基督的心 来到彼此 十度顺服 所以在这个十八到这个 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当中 原来这一些呢 就是讲说 你要被圣灵充满 然后接下来 你看会看见 这样的一种的结果 被圣灵充满 然后这样一个结果 要被圣灵充满 是被动还是主动的 神已经告诉我们了 当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的时候 圣灵就 就降下来 就与我们同在 所谓的被圣灵充满 就是你愿不愿意 让圣灵来到带领你 来到 开你的那一部车 你生命的那一部车 有的时候 我们好像 圣灵你就开吧 但是我们一直走着 那个staring sorry 我们一直走着 那个staring 还就走着 不是不是 甚至有的时候 还能刹车什么 能够按的 能够动的 我们都很想来到去 去去去 所以弟兄姐妹 所谓的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就是要让圣灵 来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成为我们人生的这主 当你愿意的来到 让圣灵来到充满的话 我们的生命 啪啪啪 你会看见 很不一样 而接下来我们要看 在这四个的果汁当中 你又没有发现到 前面这三个 跟接下来的这一个 是好像分成两个不一样的部分 或者category 如果我这样圈圈 你会怎么样来到去归类呢 或者讲说 上面三个是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跟这个下面的最后一个 是有什么不一样呢 exactly 一个上面是对神 我们看见那果子 就来到去帮助我们 对神 很多时候我们讲说 我们要敬畏神 我们在过去 很多星期 我们都一直讲着敬畏神 今天觉得今天这个的题目 是很不容易 如果相对跟前面三段 前面这几次的经文 对神 仿佛好像要来到去分享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 因为敬畏神 因为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我外表可以来到在前面 常常服侍 可能人家就看着我 你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 但是偏偏在神的这个 他的心意里头 不只是要教导我们 对神有对的这个心态 同时也是要对于人 也有你要发出的 那个的光 这是不是很符合 从旧约 到耶稣 到这个使徒 在这个 出取教会的这个教导 你有没有看到 都是一致的呢 摩西 神所颁布的这个世界当中 在这个世界里面 不是要让他们来到去 最终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尽心尽心尽意 爱主你的神 其次要爱人如 记 所以从头到 出取教会到现在 还是一样 神的焦点 是他调整我们的心 有的时候我们的心 不在他那里 然后他来到去教导我们 引导我们 让我们焦点放在那里 但他也提醒我们 那还不是完全 如果你真正是爱神的话 你的生命也会一样 爱人 为何呢 当然我们知道 因为这就是神的属性 神 他爱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自然而然的 他要我们也是一样的 爱你身边的人 爱你身边的人 然而 要爱身边的人 跟爱神 给你选择来到去 去比较的话 可能你会觉得 爱神更比较容易做到 爱人 做不到 在这里 当然我们看见 实际呢 是 其实我们爱神跟爱人 我们都做不到 所以在当中 耶稣说 会赐给我们 这个的保惠师 圣灵 来到去帮助我们 借着话语 来到去引导我们 教导我们 怎么爱神 也同一时间 也不要忽略 爱他所爱的 就是 爱你身边的人 所以在这里 今天 这 这四样呢 就选择 最后一个的 来到成为 一个的勉励 就是要 疲此顺服 在我们当中 我们要来到去 不要忘 就是圣灵 他愿在我们里头 来到帮助我们 去爱你的灵舍 在爱当中 也包括了 在里头 疲此的顺服 而这顺服呢 也不是一个 空之票 这顺服 是有 一个框框 那就是 以 敬畏 基督的心 来到 疲此 顺服 不是盲目的 疲此顺服 乃是 以 敬畏 基督的心 来到 顺服 所以换句话 讲说 我们在 疲此顺服的 这个功课上 主要的 这个动机 跟主要的 这个动力 都是 因着 耶稣基督 让我们 现在我们来到 去想看 在我们生命里面 什么原因 是 使到 我们 无法的 疲此顺服 我没有一段时间来 我让大家 想一想 有吗 有这个 经历吗 我相信 有啦 相信有啦 我们很难 顺服的 原因 是什么呢 若在教会 若在教会 有的时候 当提到 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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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的时候 然后之后 这想法不一样 不一样 然后之后 慢慢变成 一种的阻力 然后就当当中 哎呀 一看到他 心里面就 很不爽 很不舒服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感受呢 OK Next 如果真的是在教会 或许你比较少 在教会 有这样的互动 好 在家 夫妻 有的时候 要彼此的 来到去 配搭 不要讲顺服 不要到那个层面 一起配搭的时候 在当中 你也会看到 好像 有的时候 好像很难 那那个难 是在哪里呢 是什么原因呢 OK 或许 你今天 可以讲说 哎呀 我的先生不在了 好 那就剩下 你跟你的孩子 那好 那你跟你的孩子 这个关系当中 哎呀 总是好像 他惹很多的 这个 我讲这 他就讲那 他就做那一个 就好像不能协调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OK 或者 你就真的是 只有 哎呀 工作 工作 以工作为主 工作为主 工作为主 你在你的这个职场 在你的公司 在你的公司 你不是一个人 你有一个团队 有上 有上司 或许你有下属 你有同事 在当中 哎呀 有的时候 哎呀 要去上班 很压力 因为要面对 那些同事 或者要面对 那些上司 或者 哎呀 要管理 那些头痛的下属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 使我们真是 很难的 这个的 彼此的顺服呢 当然这个的经历 我自己也是有 特别是在教会 都经常有 这样的一种的经历 而在这个经历里面 我就发现到 哎 很难的 来到去彼此顺服呢 因为 我觉得 我所想的 是那最重要的 是最对的 我所想的 是那是绝对的 这是 这是我所想到的 这个答案 你们可以想一下 你们可以想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弟兄姐妹 这个是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在这里呢 21节讲说 要 要 纯敬为 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呢 因为 如果 这个门槛 如果不能夸的话 接下来 第六章 你不用读了 或者 接下来 第五章的 22节 你不需要读了 因为你越读 你越会 惊心 或者你越读 越会很辛苦 本来 那一段的经文 是要来到去 什么样呢 要使到你得到 这个释放 经历到那丰盛 但是 因着这个的门槛 不能夸出去的话 那接下来 这些都是会很痛苦 你看不下去 读不下去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里讲说 彼此顺服 要以一个 怎么样的态度 来到彼此顺服 这是一个的关键 就是 要存 敬畏 基督的心 就是这一切 你要看到 这一切 有谁在主宰 这一切 在谁的手中 圣经要让我们看见 这一切 你们 我们这个大家庭 都是属于他的 而我们每一位 都是他所爱的 而我们这每一位 都在他的手中 因为他了解 彻底的了解 我们这里的每一位 他知道你的长处 知道你的软弱 他知道你的这个软弱 只有他一位的长处 才能够来到去补足你 而你的这个长处 是能够来到帮助 这一位 他知道这一切 我们上个星期五 也很感恩 在当中 很久没有做 联合的团契 在里头 然后 真的很感谢神 就是看 我不晓得 弟兄姐妹 可能你们会觉得 你们这些筹划的 或者是你们已经想好 那个主题 要讲什么 但是实际来讲的话 我们真的是 不能这么完美地 来到去安排 所以就各进其之 每个人就 带领师哥的 你想一些什么师哥 你要带的 带领这个 就是游戏的 然后之后 我们本来也是很早就想 要安排人来 要去分享见证 有分享见证 请告诉我 你们是几时收到的呢 很多都是很 最后临时的那种的 那种的安排 也包括那个的信息 但是在当中 我们看见 上帝就是这么样的 爱我们 祂要我们看到 神的这个的心意 要我们活出 那个的爱 而这个活出 那个爱 我能够爱你 你能够爱我 不是因为我们一样 乃是因为 很真实的 是我们都不一样 我们都是不一样 要借着这个不一样的 每一个单位 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要来到去成就 他要成就的事情 所以 当我们要来到去 平时 来到去顺服的时候 若我们忽略 把耶稣基督 放在一旁 然后我们就 OK 四个字 平时顺服 今天我们就一起 来操练吧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无法 做得到 甚至现在 你想 OK 大人 可能我们很难 好 我们就从小孩子 那边操练 你叫那些小的来看 你以为他能够 顺服你吗 也不容易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个平时顺服的工作当中 神要我们来到去 依靠 要因着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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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接下来 我们看见 保罗给了这一个 三方面的 可以算是一个的例子 很真实的 大家都在挣扎的 就是这三个单位 第一个是什么呢 丈夫和妻子 我们知道 讲到这段话的时候 可能妻子就开始会跳了 所以我特意的 我先把丈夫放在前面 OK 这次我先特意 把丈夫放在前面 的确 在那一段的时候 你看到吗 保罗针对丈夫 会多过姐妹 你放心 妻子你放心 因为保罗一直讲 丈夫的你要爱 你的妻子要爱 你的妻子要怎么爱 爱爱爱 然后只有 要叫妻子 顺服只有一两句 所以你们不要误会 所以在当中 我们可以看见 在当中 这个的丈夫和妻子 要如何彼此的 来到去顺服呢 若你把神 你把基督放在一旁 而你要达到那个目标 是完全不可能 在这里我们看见 在这里教导 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 和基督有关 基督来 耶稣基督来做这个的版样 你不懂爱你的妻子 你觉得买了这些很多的物质上的 就能够完全地表达出那个真实的爱吗 不 那个真正的爱就如基督爱教会一样 为他而舍命 为他而牺牲 这是神的这个的 给我们的一个的标准 要我们来经历到这么样的爱 爱你的妻子 如同你身体的一部分 你的骨 你的肉 这么样的爱她 而妻子呢 妻子就要完全地来到去降服 正如教会怎么样 顺服基督一样 好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圈子 就是儿女和父母 同样和神 若不是以敬畏基督的这个心 我们是做不到彼此顺服的 在家 孩子跟妈妈是永远做不到 你看到这边 这边是什么说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 不是盲目了 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也换句话讲说 是要按着神的这个的意识 来到听从你的这个的父母 或许在当中 有一些父母给的这个的建议 意见还不是很有智慧 但是如果父母所给的这些的教导 指引管教的话呢 是按着主来到去管教的呢 儿女的 你要听从你的父母 完完全全听从你的父母 而做父亲的 不要惹你的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养育他们 所以如果在这个两者的这个互动里面 你把耶稣放在一旁 会越来越糟 会越来越混乱 第三竹 仆人和主人 我们讲说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或许没有仆人 这样的一种的 这样的一种的 不好像耶稣老马时代那时候 但是呢 这些仆人和主人 就像我们在资产上 我们在做员工的 和你的这个的老板 你的上司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互动 在这里 你们做仆人的 要惧怕战兴 用诚实的心 听从你肉身的主人 好像 听从基督一般 如果你在哥罗西书 你会看见 是什么呢 以敬畏神的心 来到去服侍 你的主人 若你把基督放在一旁 你可能 可能做不到 而做主人的 同样的 不要恐吓他 因为要知道 他们和你们 同有一位主 在天上 好 弟兄姐妹 若我们离开了主 我们靠着我们自己 我们想要来到去 彼此 来到去顺服 那是一个很痛苦 因为在你眼前的那一位 是不能完全的 是有瑕疵的 是不完全的 那一人 但为何神在这里 要我们来到去 学习 就是在当中 来到活出 这彼此顺服的 这个功课呢 在主基督里面 彼此顺服的功课呢 只有一个原因 这也是我的这个经历 因为神要我们知道 神他是谁 我们顺服的 我们顺服的不是顺服人 今天我顺服牧师 我不是因为我顺服牧师 但是是我顺服基督 因这顺服基督 我顺服牧师 因这顺服基督 我顺服我的丈夫 因这顺服基督 我爱我的妻子 因这顺服基督 我听从我父母的话 因这顺服基督 做父亲的 来到去爱管教 你的孩子 子女 因这基督 我顺服我资产的 这个老板 我的上司 因这基督 我要来到 以爱来到去管理 我的这个的下属 这都是因这基督 到最后 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顺服的 这个结果当中呢 你会看见 一个不完美的这个想法 我顺服这不完美的 这个想法 看起来好像我顺服了 这个不完美的想法 但是到最后结果 还不错 出乎预料 谁得到荣耀 不是那一个 被顺服的人 乃是 耶稣基督得到荣耀 因为那时你就看见 哇 上帝 原来我 我顺服的我的父母 他们虽然还是 知识不是很多 但是他们存着信心的 这么样的来到去 来到去教导 我顺服他 必有神你的这个原因 或者你的这个旨意在 但你看到那国之的时候 你看见 原来是上帝在工作 神在工作 所以在这里头 是按着肉眼 按着肉身 我们要将来 要去顺服的话 是很辛苦 过于不去 但是 若我们凭着信心 只看于顺服 因为我顺服 耶稣基督 所以我顺服你 你再继续走下去 走下去 走下去 最终 你会看见 耶稣基督 所给的这个的奖赏 就是你会看到 那一个的 你会经历到 那一个的满足 所以 弟兄姐妹 让我们今天 在敬畏神当中 我们也不要忘了 神也要我们 来到彼此顺服 只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不要 撇开他 我们撇开耶稣基督的话 你会看见 我们的这一个 种种的关系 都 都会很辛苦 都会很辛苦 所以 让我们 磐石进行教会的 弟兄姐妹 让我们来到去 学习 这个的功课 所谓的学习 就是 你打开你的心 同样 我们做不到 但是我们打开 我们的心 我们求 圣灵 来到去 帮助我们 这是不可能的吗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 他已经证明给我们看 是可能的 他怎么证明呢 就是他 顺服 父神的这个心意 走向 这十家的 这道路 他走的 这道路 容易吗 不容易 充满着很多考验 很多的 这个的试探 但是他 依然 顺服 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 榜样 他胜过了 而如今 他也要 我们一样 在他里头 经历 他的这个 得胜 所以让 我们一起的 被圣灵 充满 然后不要拦阻 圣灵的工作 圣灵 要我们来到去 去经历 这个的功课 这个的突破的时候 你就让他 在你的生命里面 工作 虽然是很 有一个 有一个弟兄姐说 这做法 不是我来的 就按照我的想法 按照我的个性 我不可能 这么样的 就是不要按照 你的这个性 把你的放下 让神 自己的来到 来到充满 好 让我们 在当中 活出 彼此顺服 而神的名 得 荣耀 让我们来 做一个 低头 让我们做一个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祝我们真的 满心感恩 祝我们真的满心感恩 祝你再次来到 与你的话语 提醒我们 祝啊 很多东西 我们不明白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按照 我们的肉体 来到去认识 来到去了解 但祝我们 恳求上帝 祢自己的 在我们生命里面 打开我们的 属灵的眼 祝不只是打开 让我们知道了 我们也恳求上帝 祢赐给我们勇气 来到做 来到去经历 来到去让祢 来到带领我们 主啊 我们恳求上帝 祢帮助我们 有更多的顺服 主啊 使得顺服祢 但祢也愿 我们来到去顺服 在 在你这个大家庭 彼此的来到去顺服 学习的来到顺服 学习的来到去服事 因为这一切 都是因着祢的名 都是因着 耶稣基督 祢的名 主啊 我们真的将我们 不能的 我们交在主祢手中 我们愿上帝 祢来到改变我们 我们愿上帝 祢来到更新我们 我们愿在神祢的更新当中 经历上帝 祢的这个的丰盛 在经历的丰盛里头 看见祢一切的美善 而祢的名得荣耀 主我们真的满心感谢祢 我们将祷告你去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得圣的名 Amen 好 那我们 在我下台之前呢 你就像你的旁边那一位 讲说 让我们一起的 依靠神 来彼此顺服 依靠神 来彼此顺服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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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